抱歉 來 取捨 因為有 請問這個 他的咖啡煮得很好 但沒話講 豆子選得也很好 他的管理還真的很嚴格 因為他媽媽去店裡面幫忙 有時候會拿個吸管 他說你沒事情 拿那個吸管要做什麼 那才不用錢 我說你做生意會成功 他連這麼很小的成本他都很在乎 那個店管理得非常好 媽媽哪吸管都該罵 他說你拿一個吸管要做什麼 你沒事情 拿一個吸管要做什麼 他媽媽就很怕 他說店裡面不是員工怕 他媽媽都很怕 你只要到我這個地方 我說你這店管得動 因為員工都很怕他 但是因為他去後面忙事情的時候 員工馬上就開始 就沒有那麼好管 他媽媽管的時候員工的 這個也漫不經心 那個也漫不經心 但是講實在說 員工現在剛剛大家廣告中聊 員工真的是很難管 那你想說對員工很好 像我們這個店很簡單 因為都還算滿熟的一群人作 我說坦坦的 這樣五成 這個年終分 五成分給員工 大概算還滿大方的 你會想說員工就很感謝你 不要這樣想 拜訪 員工也不會覺得這樣拿很多 他覺得應該的 這是我很辛苦的 你們就應該拿給我這麼多 所以員工很難管 另外你會覺得說 如果留員工花很多心 真的嗎 員工會不感恩嗎 我幹嘛 後來我回想我自己 我幹嘛 我還敢跟電視台老闆 你如果分五成給我 真的感恩 沒有 我後來回 我們現在講員工這樣 就慢慢回想自己以前在聯合報社 工作的時候 以前大家 總是一樣 以前拿四個六應該得 我工作這麼辛苦 發四點幾個月應該得 現在發一個月想說 以前發四個月還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員工現在 你說環境不知道什麼 其實他們真的年輕人不見得有這種感覺 其實你怎麼 你這個咖啡店幾個人和我投資多少錢 我其實就是跟朋友他 他100萬我50萬 還好大概就投資150萬 其實剛開始也滿慘的 剛開始很多經歷都經歷過 剛開始這年輕人 因為他以前開的店都很好 他就跟我講150萬拿來 就不用再花錢 我說不用再花錢這樣也很好 結果開到一個 鬆行街裡面的小巷子裡面 結果行李一個很差 跟你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以前開的店 營業額非常好 這個店開的生意很差 差到什麼程度你知道 我們必須親自下海去發傳單 跟他一樣 一個發傳單說 許先生你怎麼沒什麼找 這很難賺到的 不是在咖啡 一大早就去發傳單 你覺得發傳單發折價券 他也不見得很高興 我咖啡就已經不太喜歡 來幫他折價 所以有時候合夥生意 真的也不是很好做 結果他的店長也覺得說 我咖啡賣得很好 又很便宜 你還跟我們講發折價券 可是生意不好 不好到前年元旦的時候 營業有多少錢 一天300塊 賣了6杯咖啡 真慘 慘到幾點了 那個小孩子其實算 潘能力很好 一杯五十就對了 一杯五十就只有六杯而已 總共賣了一杯 元旦我們除夕的 大家要吃飯 回家倒頭就睡 換個角度想 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求很高 我們想說怎麼生意會差那麼多 到了後來運氣也很好 剛好基隆路那邊空出一個店面來 這個店面是我以前認識的朋友 他不想做了 他不想做來找我說 要不要頂下去 一個機緣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頂下去這邊已經就馬上賠錢了 裝潢什麼五十萬都不去 要不要過去 我說去也死嗎 去還有機會不去就死定了 因為你知道這個人就是 拚拚看了就拚過去 整個裝潢都全部拆了過去 就像他講的 你開始這個一不做的話 這些租金兩個月就不去 租金裝潢都不去 租金裝潢都不去 裝潢這些東西材料怎麼樣 這個材料有哪些能夠用的還能用 所以算一算 大概損失五十萬 但是搬到新的地點是對的 第一天開始就發現 真的我可以做生意跟他講到 要地點 你如果不是地點不對 你根本沒有用 就那個人流量夠多 你也 我們也不用發折價券 第一天就一大堆人 第二天就 哇 數字每天就是從 第一天八千嘛 第二天一萬 第三天一萬二 第四天一萬四 你看到數字之後 這店成功了 就很快成功了 所以其實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我們在看說 發折價 外面不會八千 一天 你外面發折價 折價了半天 人家還不來 那邊我不折價一對老闆 電租也不一樣 電租不一樣 電租差多少 電租反而變得更便宜 他那個很奇怪 因為那個店 一到同號 那個店的老闆說 看過鄭宏儀 看過了上他的節目 讚喔 賺到好 賺到好 你三個整個節目 你的黃東 對啊 這八千 黃東有追蹤 對啊 而且他那個電租是 真的不能公布 沒有 沒有應該講說 他是一般 他那個地區區塊的三分之一 那這樣子壓力就真的很少 還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有比較好一點 所以有時候碰到貴人 黃東知道你看錢嗎 多好看店就知道了 他看店你來客人說 這間這間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我們這間人最多 手槍很大 所以巷子裡面反而比 到外圖來好 大樓更過 變加片 所以你說做生意後 他後來人家才想說 你怎麼都付那麼貴 其實根本就五萬 不用就要三萬五就好了 他不知道剛開始急著開場 看起來也好像不錯 所以要我講很多學費 其實我跟你講 我前一陣子 颱風天晚上去救我一個朋友 以前跟過我的一個屬下 因為我很久沒跟他聯絡 聽說他在開茶店 賣飲料店 我知道 然後我才受不了了 我颱風天還是跑去見他 可是他颱風天也開 也開 我說你不要關 他說他月底就要收了 那時候已經二十幾號了 我怕他 我再來沒有時間 你知道嗎 在他關店之前 趕快就這樣 他說我要打烊 我說你不要打烊 我馬上就到了 我還穿拖鞋這樣去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要開這個店 就是在 216像在過去一條巷子那邊 一個小小的茶店 鹽基街 鹽基街那附近 然後就很小的這樣子 然後我說你 你怎麼會開店開在這裡 然後還要一斤二十塊的飲料 還要什麼滿額送什麼什麼 天啊 不是要做什麼 對啊 然後 然後呢 要一天滷兩送錢我滷肉飯 兩個人開的啦 兩個人合開的 然後我說你怎麼選 他說 為了開這家店 當初他們還來店門口按碼錶 要的 要要要 看那個 看走巢 對 他們都做過這些 捨費 都做過這些捨費 然後沒想到 他們自己開了之後呢 就還是掛 沒有因為其實 要看美人節那個朋友 你有問他說 大概一個月租金是多少嗎 他租金不貴 因為是跟人家share的 就是一家店面變成兩家 例如他是二十萬嗎 沒有啦 兩萬嗎 例如他是兩萬嗎 兩萬到三萬 如果說是兩到三萬 他一個月啊 如果他是兩個人的話 他要打平 其實他要做到二十萬 營業額 要黃租的十倍 因為 對 其實這個東西是 最簡便的一種算法 那 並不是說 是一個什麼樣 學者出來的定律 而是我們累積很多 開店人的經驗出來的 也就是房租乘以十 就是你 如果是一家正常的店 當然你如果請很多人 那沒有辦法這樣估算 但是你包括水電 然後人事 進貨成本等等 全部cover 你至少要十倍 所以當你一家店 你是兩萬塊錢的話 你這個月至少要做到二十萬 那你如果單價 就是客單價 他來你一杯 他是二十塊 你算算看 他一天要做多少杯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這樣算的 那這樣怎麼算都不行 所以 你不要看 比如說像南洋街 就是火車站後面那邊 好多人 大家兵家必爭在那邊 開餐飲店 結果後來很多都倒了 可是那邊 如果你是真正要去那邊做的 其實都曉得 那個是廣告效益 大於你實質再賺 對 你不要看他每天門庭弱勢 但是其實他那個租金 都cover不過來 對 因為剛才那個 我算出來了 如果他賣二十塊 他一天要賣三百五十杯 差不多 因為三百五十杯 等於是七千塊 七千塊乘以一個月三十 三十天 等於是二十一萬 等於是你剛剛講的 那個房租的兩萬多的四杯 而且這樣還不能休息 他們兩個還不能 還要每天做 其實我想這個是應該參考數據 其實我像我之前 在最早要創業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個建築業的長輩 一個陳大哥跟我講過一件事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創業 可是我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多存兩三年的資金 然後再來創業這件事 可是他們都跟我講說 其實如果你現在想做的話 你應該要勇敢去做 如果你沒有去做的話 也許你到我們這個年紀 都OK了 你就很會去做 可是我還是會很擔心說 那我要怎麼去做這樣子 他跟我講說 如果你去做計畫 做了很詳細的計畫 確定你明年不會再賺錢 你不會做 如果你做很詳細的計畫 明年你確定你會賺錢 真的照你的劇本演嗎 其實並不會 所以他說逐夢踏實就是說 你是追逐那個夢想 可是你掌握 你接下來能夠做的三步 就是每一步你都做得很紮實 好我現在要開店 我確定我要開了 那我要租房子 然後我要請員工 好我這三個是我要做的 我就把這三個事情做準確 做好就好 我走了一步 再去想那個第三步 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這樣子的做法來講 我覺得其實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講 也許是一個可以做產品 他哪要請員工 他們就兩個人輪流固店 哪裡還有可能請員工 還有一個 不好意思 其實剛剛講一天賣350杯 看起來沒什麼 很難 其實等於是你如果做10小時 一小時要35杯 下雨天 你等於是不到2分鐘就好1杯 對啊 那真的不好做 其實那個才5杯 我們那個店 不是他那個 他最慘的時候才5杯 我們那個咖啡店 從早上開始 現在生意真的是很好 從早上開始到晚上這樣 到7點結束 大概隨時都有人在點 也不過就是400杯左右 當然咖啡不像茶那麼容易 你可能要泡什麼 但是你就知道說 每分鐘一兩分鐘都要有人進來 那真的是非常困難 350杯其實壓力很大 你這樣一算每兩分鐘要1杯 你這樣一算每兩分鐘就要1杯 哪有可能我坐那幾個 給我一杯 還是你叫他不要打壓 你叫名 你煮一杯咖啡 一定兩兩分鐘 沒有啦 茶而已 茶是比較快 所以茶店員工很多 有時候裡面都五六個 七八個人在動 所以就很糟糕 人事的那個費用 成本很高 是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這樣算好恐怖 對不對 所以開店 而且他是每天做 一天要做10小時 其實那個茶店 其實那個茶店